好了 难船了 今天阳光真的太好了朋友们 我给你们转回来看一下这边的风景 上海12月份 这边的树叶才开始慢慢变黄了 这个景象就是跟以前完全不太一样了 但你们看冬天的阳光会更浓烈一点 超暖超幸福的 好久都没有过来这个办公室了 今天早上起来是来拍一组Jelly Cat图文 我本来觉得我对这种娃娃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 结果就是当我抱到那个大熊的时候 发现这个少女星还是在的 我打算把她们都抱回家 然后之前毛衣是12月的新品 超级嫩的这种baby blue 而且上面它是这种花色的 你看里面混了一些很好看的绿色 刚才那个鹅黄色也很显白 还有一个很好看的紫色 对 它是这种很厚实很厚实的毛衣 而且巨软 就是一点都不会觉得炸 完全贴身穿很OK 大家如果最近看我的视频 觉得我说话有点口齿不清楚 请您不要怪我 我现在说起话来也觉得有点费力气 还要再适应一段时间吧 接着我看是什么 各种费力气 变成国家什么 和其他人都不会有的 没有很大 看到了 一根工具想要全部 下不跟他 差不多 马尔 i just like to say nothing good lasts forever don't you worry no one's being clever there's not much to think through and listeners who don't really think that's true have you seen that moment but really have you really have you thought i just want to take care of i just want to take care of i just want to take care of the morning light 拿着我的小牙套 还有我的漱口水 我现在的包里就是 跟以前包里面装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了 我和张老师约会完 我又回公司 然后处理了一下衣服上的事情 然后现在过来吃饭啦 吃饭啦吃饭啦 今天来吃一家寒仓 我在网上看很多人推荐叫清净冻 好像吃那种什么 章鱼菇啊炖菇啊之类的 标准的打扮 标配 今天不是我想骑自行车吗 靠边 路过了这家阿姨汤饭面馆 我看网上也挺多人推荐的 我们今天来吃这个 我们每一年都会做那个截图嘛 然后我看那个截图大家做的 哇你真的是一年比一年 大家看 我都忘了你以前那么帅了 嗯 今年要做第四章 在大家截图之前 给一点时间劫肺 什么时候截图啊 今年 快了吧 快二天啊 来来 让我选一个 选一个 选一个 这个 你选这两个 我们最近在看鬼怪 真的很帅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差不多啊 难传的 好久没有逛过韩国超市了 就是你一到韩国超市来 就知道这是韩国超市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叫韩国字啊 嗯 对 今天是团吃日 我们去吃烤肉 沈阳烤肉 小喝汤 哇 你怎么从哪里出来了 今年突然间get到了 魏一家马甲这种穿法 说实话我前几年是不太喜欢的 今年呢 我在曼谷买了一件这种 白色的羽绒马甲 还蛮厚实的 搭配上这种颜色 稍微亮一点 稍微鲜一点的卫一 我觉得好好看 我就还蛮简定的 就是状态不是说特别好吧 我看了一下我去年的视频 发现去年这个时候 我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我还在视频里面 有跟大家讲过 到了这样一个季节 可能就会想很多吧 或者说就是前段时间 你经历了很忙碌很忙碌的 一段时间的工作 突然间人松懈下来 会内心有点空虚或什么之类的 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会突然间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然后大脑像呆滞了一样 没有办法思考 然后妄想会很大 就我最近就是上一秒想的事情 我下一秒都会记不起来 就这段时间确实状态不太好 但我觉得这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人不可能12个月份 每个月份都激情澎湃 不可能365天每一天都心情高涨 肯定一年当中心情也是会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这种状态的话呢 我自己还蛮能接受的 就也没有想很着急的去改变 所以 对 但是呢在我状态不好的时候 我其实会有一点点抗拒拍视频这件事情 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包括说现在我也会觉得 我不是很想说太多 比较负能量或者说 比较不开心的话在视频里面 每个人生活都很累很辛苦 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看视频 就是想寻找一些内心的平静啊 或者说治愈 但大家要看我心情不好的话 哎呀我不知道我就还是会觉得心里面有点奇怪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觉得Vlog这种东西就是真实记录你的状态嘛 然后我之前有跟大家说一些我心理想法的时候 我发现大家其实也是蛮能接受 而且蛮想看到更加真实的一个状态的 也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有一天我自己在家做了一个松饼 就早上起来心情特别特别特别的好 在家自己做了一顿brunch来吃 然后我就收到一条评论 大概意思是说 嗯是每天都会这样精致的在家吃饭嘛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像我最近自己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想什么精致的吃早餐 我连吃早餐我有的时候都不想 对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要出去吃饭了 我已经连续点了三天听party 上学时候的标本 我跟你们讲我真的这个月太可怕了 我居然爱上吃肉桂了 所以我已经点了他们三天的这个 柚桂伯格 没有事情呢 我的眼睛好肿啊 更难不住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像我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 如果我最近特别喜欢吃什么的话 我就会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它 然后点到我吃烦了 恨不得看见它我就想吐 我就停止了 我实在是懒得抹在面包上 所以 我就这样揪下来 然后蹭一蹭 面包吃 天童你跟我说话 你说妈妈我想吃 我接着就给你吃 你只要说话告诉我你想要的 我就立马给你 你看你又不会说话 你不会想让我们说你想要什么呀 我就立马了超级多的 我想来跟大家一块 开个箱 我还没跟大家说 我其实中间搬了一次家 对到大家请求搬家博主 就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了 现阶段来讲我想离公司近一点 我真的有点低估自己对于生活效率 通勤效率 工作效率的一个追求了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买的smack的一个烧水壶 你们知道吗 我回来之后 回国之后 一直很叛逆的想 我一定不买smack 因为我之前在温中华的时候 就是买了他们家第一个烧水壶 我就杀不出了 他们家的咖啡机 面包机 炸鸡机 全部都收入囊中 就是像极其神龙一样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 但是看来看去 就不得不说 还是它最好看的 买的是这个奶油色的 白色和奶油色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的温柔一点吧 这个是我在网上忙买的 一个2022年的日程本 因为要到新的一年了嘛 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都会买这种笔记本 一开始打开 它会有一个2022年的愿望清单 然后这边是读书清单 观影清单 再往后每个月份 一月份 本月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月的运动啊 饮食啊 睡眠啊 欲望清单啊 总收入总支出 月完了就是再惊喜到周 这边再有一个本周计划 周完了之后就是再惊喜到每一天的计划 所以我当时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合理的 月历周历日历都有 然后给你留的空间也比较的大 最后跟我想的一样 它有一个年终盘点 然后各种回顾啊 这里是这种皮质的手感 整个一本真的巨厚 我觉得要是喜欢这一本到年终 真的也太有成就感了吧 它封面有挺多颜色可以选择的 我选了一个红色 因为后来我知道红色是我的性命色 这边是我买的一个密封管 这样一个灰色的 我其实是想用它来收纳我的餐具 因为我之前买的那个有点小 后来又多买了一些刀叉之后 发现装不下了 所以我就想说把筷子还有刀叉分擀 然后拿在手里面也很有质感 然后这里是我买的那个防烫的 就是平时端锅的时候 不是两边会很烫吗 就把这样把它端起来 我觉得收纳起来 会比手套更方便一些 就是我买的祖马龙的唇膏 都买了几个 正好给办公室的妹妹们也拿过去 我最近戴了牙套之后 我用唇膏真的 我觉得亮的是以前的double 我就是特意减少的 所以嘴巴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干 我之前就还挺重要 他们家的这个唇膏的 说很好用 然后还买了一瓶漱口水 我在网上看我觉得这包装很极简 干干净净的 然后我有试用了几次 我觉得还好 应该不会再回购了 就没有叫什么凯斯博士还是凯斯博士 就是之前我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那个 我觉得还是那款更好用 这款你也说不出什么毛病 也不会辣口 然后效果也不错 就是你知道对比下来 还是更喜欢那一款 带了牙套之后 我现在最不怕囤货的就是漱口水了 怎么也不会嫌多的 这边是我新买的一些餐具 你知道买餐具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冲动的 所以我现在买餐具之前 我都会先把它故意放购物车 放它个五天 五天之后你相信我 你一定会删减掉一些的 就因为你一开始夹的时候 你会觉得哇 这个好看这个好看 这个也好好看 你会一直疯狂疯狂疯狂夹 但是五天之后 你一定在里面能选出来 你想要去掉的 我最近呢就很喜欢 有一点点叉季风 很干干净净的这种纯色做旧风的餐具 所以我这次买的都是这种感觉的 首先是一个这种棕色的碗 买小了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就可以装一个哪种小蛋糕啊 它上面的纹路是很好看的 都是这种做旧风的 跟它一套的小杯子 可以用它来做咖啡 它一套的一个大餐盘 这个买的稍微有点大了 用它来干嘛呢 它是这个样子的一套 摆在餐桌上 接下来就是一些衣服的猜想 人家一直在小红书上刷到新西游记的综艺 你知道大数据就是这个样子吗 你点开一个 然后它就会疯狂疯狂的给你推送 然后我就觉得 表示薰好可爱啊 我就会一直给我推送 然后我就看了 就是一目小的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男孩子 然后它的穿衣风格也很对我的胃口 就是很简单 很凌家男孩 但是呢又是很有色彩感的 它又很喜欢那种鲜艳的色彩元素在身上 我看完之后 我就在网上疯狂下单 就开始给Hairi调衣服 就想好好的打扮一下它 因为它真的好像很久没有买过新衣服了 这是Marnie的一件 条纹的拼色毛衣 说实话这件我估计得叠穿 因为这种马海毛的质地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一点点价 但这个配色无敌 超级的好看 然后这一件 是一个这种铃鸽纹的 搭配的颜色呢 也是我今年很喜欢的绿色 你看还蛮复古的一个颜色 这个会稍微软一点的材质 但是它里面也有混马海毛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韩国品牌 叫 嗯 然后好像他昨天买了一件冲锋衣 正好他这会在家 让他穿上上身来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吧 这个蓝色很棒 还挺刚好看的 对 因为这个材质就是这样嘛 然后下一件 下一件 这应该很大的帽子 这个软呀 这个软但是它是马海毛的会扎 这个好看 而且这件很显瘦 可能是因为它 我跟你讲 它这个黄色是那种饱和度 不是那么高的很低的 我觉得这个好看 可能是因为它里面是这个黑色 挺好看的 这个渣吗 这个比那个好一点 真的 但是那件我本来摸起来 我觉得那件还蛮软的嘞 你给摸里面呀 这个也挺好看的 它里面和外面织的不一样 里面是短毛的外面是长毛的 它可能想让它比较有那种风影感吧 还有个冲锋衣给你们试试 我超喜欢 很有运动氛围 简铃 可以穿这个去跑步 可以啊 这个尺寸也挺合适的 这个品牌最近还蛮火的 好像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 新型的一个小装品 它的口袋 可以放像什么Airports 冬天的手套 然后我要给它买了一双 彩色的袜子 是不是也挺有那种节日氛围的 你知道这双袜子我穿上去之后 直接当半桶袜子都可以了 然后这边是我给我自己买了一双 这种登山鞋 因为今年我很喜欢这种 有一点点运动感的小靴子 然后像这种米卡色鞋 就是我球动使用率很高的嘛 靴筒也是刚刚好 因为大家知道我买这种短靴 很计较它的靴筒高度 就是会不会显瘦 鞋带还挺特别的 这种拼接的 我还蛮喜欢的 这里是羊羔绒 这种毛绒绒的一个小拼筋 看起来暖洋洋的 里面是做的这种格纹的设计 里面也蛮好看的 看起来是蛮舒服的 就肯定舒适度也不错 又保暖又舒服又时髦 喜欢这个 然后这个盒子 这个是Not Just Santa套睡衣 你看它这个礼盒超级精致的 然后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一个小卡片 因为我放那种薰衣草的香氛 就选了这样一套 棋盘合纹的睡衣 选的时候还有一个绿色樱花的 也很好看 但我还是选了这样一套 红色拼接的 12月份又圣诞又新年 红色就特别有节日的氛围 看起来就暖洋洋的 你们看这里 是我名字的一个刺绣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就是可以自定义 刻自己名字 很适合圣诞 新年作为礼物送给朋友 我之前在视频里面 经常穿的那身 米色的睡衣套装 就是他们家的 最近真的又有点沉迷 于穿这种真丝睡衣了 以前就嫌麻烦嘛 觉得难打理 但是后来发现 真的还是真丝的睡衣 贴身穿是最轻薄的 他们家的这个面料呢 格外的柔软细腻 因为是以桑梵思为主的嘛 工作一天很累回到家里面 就是想舒舒服服的 然后这样一套比较贴身的睡衣 就会更加有助于放松心情 有助于睡眠 然后还有NIF的一件家居服 我是先入了我身上的这一件 就是这件米黄色的 我一般都是穿那种上衣裤子睡觉嘛 但是我很少买这种 有点喷喷裙的家居服 结果我入了这一件之后 我发现还挺方便的 它是这种松紧的 你也可以这样子穿 都可以 但是一般家居服 就还是这样舒舒服服的 这种one piece就很方便 早上起来一起穿套上 所以我就又入了一套这种 蓬蓬裙的这种one piece 前面是有一个鸡袋 可以把它收紧 这边是有一个松紧袋的 这边是我买的一些花 你知道我最近一直想去那个 虹桥市场去逛一下 然后还可以买一些圣诞的装饰啊 什么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 你们知道我之前 因为我总是把绿植养死嘛 我就想买点干花啊 买点假花啊 在家里面 最后上一次我两个好朋友跟我说 家里面不要养假花干花 永生花 就可能会带来看起来很好 实则不好的 比如说桃花运气啊之类的 你知道这种话就是 大家现在已经听见了 就不可能不往心里面走了 你就是没听到的时候 因为不会在意这种事情 但是你一旦听到了 你就已经往心里走了 所以对不起大家 你们看到这段时间之后 可能家里面就没有办法再 让我来养假花了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个是我买的叫 黄金细 香柳 哇 OK 先这样吧 冬青红果 什么像糖葫芦串一样 每一年冬天 尤其到12月份的时候 我就会买 因为这个块就是很有那种 要过新年了一个氛围 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的这个红果果一掉就很烦 现在把它擦进来之后 我感觉更像糖葫芦串 最后一个了 就是我买的蝴蝶兰 蝴蝶兰真的是我回购的最多的花 因为它很好养 而且呢花期很长 要认真养的话 一个月 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不用一直 来回换花 其他的花我总是 养着养着就蔫了 我每一次拆开它的时候都会在想 怎么能这么好看 这么像蝴蝶的呀 真的是很优雅的花 有没有 这个花皮 是我之前买了一个中古的花皮 我一般都是会用它来放蝴蝶兰 就它正好可以让它这样很自由的垂下来 这边是我输了出来的一个空瓶 我想说跟大家说完 就直接扔了 这个是我喝完的 汉格斯的路易可可茶 这本身就很喜欢喝红茶 然后它里面呢就很香 是真的你冲茶的时候 你就能闻到那个可可的味道散发出来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你用一个茶包的话 它的味道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浓郁 所以我会回购的 然后这个牌子我真的忘记它怎么读了 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磨砂膏 这个我也不会回购了 因为它里面是比较粗一点的一个颗粒 我自己用磨砂膏的话 还是喜欢用那种细细的 因为擦在身上就不会有那种痛感 这个是之前有跟大家说过的 Le Labo他们家的洗手液 很沉浸很沉浸的木质香 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应该会回购 但我觉得这一罐用的好快啊 稍微有一点点不经用了 然后这个是 叫什么来着 哎呦我突然就想不起来那个词了 沐浴露 对这是他们家的沐浴露 是29号红茶那个味道 应该不会回购了 因为我有我29号红茶这个味道的香水 我发现香水跟沐浴露 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区别的 红茶这个味道我会更喜欢香水 沐浴露 这个我一定会回购的 我真的太喜欢了 就是现在这副场景 冬日暖阳 洗完澡之后太幸福了 这个味道 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回购 这个是Berry的洗手液 那个浴巾香 这个我不会回购了 因为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嗯 现在已经不是特别喜欢花香料的了 这一款的话 跟竹马龙的蓝风铃还蛮像的 是那种比较小清新的一个花香料 我现在不是很喜欢 这两款都是洗衣液 我都不会回购了 因为洗衣液这种东西就是可选择性很多 然后它们两个呢 都是比较清新大自然 或者说草本的那种味道 就不足以说它这个味道很有记忆点 你像TOKA他们家的这个洗衣液 虽然说小小一贯啊 但是因为它的味道就是跟其他洗衣液的味道 能明显的区分开 是一闻到你就知道是它们家的香气 所以TOKA的这个洗衣液我会回购 是兰蔻的 叫什么来着 极光水 这个是我夏天的时候用空瓶的 我和凯瑞一起用的 凯瑞她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一款护肤水 因为她皮肤会长痘痘嘛 然后她又是油皮 男生这个油脂分泌还是比较旺盛的 所以她觉得这个超级好用 很适合她 因为她本身就是主打的也是 让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 那你像我中性肌肤用的话 就只有夏天会比较合适 然后我觉得用起来皮肤 确实就是很干净很透亮的那一种 冬天就不太行啊 所以明年的夏天我可能还会回购 对差不多就是这个挖子 把这些都扔掉了 大家的时候还是说我 其他的东西都没见你 怎么保护的这么仔细 就是把自己的空瓶收拾的和好了 为了自己的空瓶剂 我今天又要去换牙套了 这一次应该会多给我几副 你知道我戴第一副牙套的时候 我觉得就这 也没什么感觉嘛 结果第二次给我粘上附件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戴牙套 一下子就紧了很多 而且有附件摘牙套真的很难搞 我那几天睡觉的时候 我都有点闭不上嘴 因为我觉得我张开嘴会比较舒服 所以我那几天睡觉的时候 我就一直流口水 我就睡一会儿 然后就擦一擦口水 第二天早上起来枕头上 我觉得全都是我的口水 真的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一天 你看我现在说话 我觉得还是有点 不太顺畅 好了走了 我这个镜头已经开了很久了 但是我现在突然间有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了 我这一次状态比较低 真的持续了还挺长时间的 所以这一支视频可能是我有史以来路过最漫长的一个视频了 因为中间就是经历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时间线在进行自我调整 你知道我之前不是跟那样说那段时间 我就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了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的 但是最让我感觉到害怕和最让我觉得恐慌的一个点是 我那段时间真的是零分享欲 我一点分享欲都没有 我不管是对身边的亲人 对身边的朋友 对Harry或者说对于镜头前的大家 我什么发微博Instagram 社交媒体这些我真的都是零分享欲 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说吃到这个东西很好吃 发个小号吧 但我刚打开我就关掉了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行为真的让我特别特别的害怕 因为分享是我的工作 就是它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我的工作就是我要是分享来展开的 而我突然间没有任何一点分享欲了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没有办法做这份工作了 我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我在思考我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是不是我的性格 其实本身是不太适合做这行的 然后我又思考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到底是本身就没有什么分享欲 还是这些年 因为种种的情况 把自己的分享欲给抑制住了 我就觉得我自己是真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我身边的人好像也没有办法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去看心理咨询了 我就想听一下比较客观 或者说来自第三方的一个意见吧 我本来是抱着去解决我工作上的问题 去看的心理咨询 结果去了之后反而 更多的是老实在解决我其他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会做一个测试嘛 然后真的让我自己还挺惊讶的 就是我强迫症的那一栏 指数超了非常非常多 就已经是有很严重的那种强迫行为了 但是我平时生活中我真的没有怎么太意识到 我也不是说比如说什么双数啊 然后白整齐那些 并没有说特别特别特别的严重 所以我还真的没有觉得我有强迫症 但是后来就是跟老实交流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过的完美主义这一点 就是过于追求完美 其实也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 而跟自己相处 然后跟世面的人相处上 也已经有了一些比较严重的行为 之前也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 但我一直都觉得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基因里面的我性格里面自带的 但是后来跟老师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才意识到原来就是原生家庭 就是每一对父母他的教育方式能给孩子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就是我之前我知道会造成影响 其实的标准就放在这里了 所以我的人生真的没太有什么往上走的迹象 就一直是往下沉 就比如说你每一年都当选班长 但凡是有一年不是了 那我不会收到什么下一次努力争取就好了 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话 就只会收到老师父母责备 就觉得肯定是我最近不对劲 我最近有问题才会这个样子的 然后身边的小朋友也只会像我偷来比较异样的眼光 就怎么会这个样子 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生活当中是不太存在什么鼓励式教育的 我只知道我表现不好了 我身边的人会不开心 那大家不开心 那就是因为我自己不够好 我可能小的时候是为了让爸妈开心 是为了得到他们的一句认可 因为我没有收到过认可 好尴尬 我剪视频的时候一定会尴尬死的 你明明一直都表现得很好 但是没有获得认可的原因 那就是自己还不够好 已经形成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在日后的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当中 我只会觉得是我自己不够好 才造成的这些原因 我就会给我自己设置很多很多个模板 而且那些模板是我根本达不到的 而为了够到那个模板 我自己其实就是很挣扎 我现在讲真的是够了 我真的是够了 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我一开始我一直在跟我心里老师battle 因为我就是不相信 难道不鼓励是教育 就能对我的性格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 真的不是我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因为我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的爸妈 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们当时 对我这么严格有什么太严重的不对 因为也确实客观的来讲 因为他们当时的严格 我现在获得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他们 因为谁都是第一次当父母 他们也是在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当中 然后我老师就说 现在的我已经有这么多成长的阅历 25岁的我当然可以理解 但是你放到7岁的我 放到小时候的我 那个时候的我 其实是有点理解不太了的 我只知道我的所作所为能 获得家长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吧 看人家说 看完心理医生整个豁然开朗 痛哭异常 我一点也没有 我看完之后我更疑惑了 我现在这个阶段就处于 我对于世界都是充满疑惑的 因为我突然间发现 我眼中的这个世界 和我以前眼中的这个世界 完全不一样了 就我现在对世间万物都充满着疑惑 我都充满着困惑 充满着不解 也去了四五次了吧 我整个的感受就是 他是没有办法帮助我 比如说很快速的快乐起来 你想让自己开心起来 想明白事情 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的 他没有办法在这方面 给我起到任何作用 但是他是可以改变我很多思维方式的 就他们会提供一些非常新颖 你想都想不到的 思考世间万物的方式 让你觉得 还能够这个样子 这个角度去看待一个事情 然后你有了这个新的角度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 它变得有弹性了很多 或者说我会发现更多 以前生活中我注意不到的小细节 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 我在收获这个世界带给我的温暖 或者说巴拉巴拉其他程度上 会更多一点吧 最没有逻辑感的一支视频了 但是我还是很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这段时间自己真实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状态吧 我不想再去压抑我自己的分享欲了 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没有分享欲的时候 我是有多痛苦 所以新年给自己的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想做一个屁事 屁大点事情 都跟大家分享的傻瓜 对 我觉得这个样子我自己会开心很多 我拍视频 能够在你们心情不好 在你们低落的时候 带给你们一些力量 我非常想感谢你们告诉我这一点 如果你们没有向我表达过这一点 没有告诉我这一点 我可能没有什么坚持下去的动力 我非常感谢大家 让我知道这一点 让我知道我拍视频这件事情 是有意义的 因为你们不告诉我的话 我是永远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所以谢谢大家 就是这个样子 结束 大家下周再见吧